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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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他們的那個監視器的 有個機房 在他們倉庫裡面 因為老闆他有確認 他的監視器在裡面 所以我們有去找 然後有確定找到 現在就事先去 看能不能讀到裡面的檔案 除了搜救進度之外 今天在調查的部分 還有一個最先的進展 那就是花蓮地檢署的檢察官 戴維在傍晚的時候 也到了現場 他說到場的原因 最主要目的 就是來確定這個搜救的時程 因為他們從災變第一天 就已經開始進行了搜救的工作 但是呢 除此之外 他們要確定搜救進度告一段落之後 他們要另外擇旗 進到了雲翠大樓裡 來確定這一次倒塌 到底真的是完全因為天災 還是有人禍的因素存在 而我們三位新聞團隊 會持續守候現場 帶給您最新的搜救進度 接下來把時間交換給棚妹 好 維穎在現場 為你們守候 這是大家非常關注 也是到目前為止呢 那罹難人數最多 集中在雲門翠堤的二樓 這個地方是花蓮的生活館 這個旅館呢 剛剛特別提到 有幾個關鍵性的房間 201、202、203 我們等一下呢 獨家邀請到 劫後餘生 他是在208市住的這一個商旅裡頭 房間比較大的李先生 來到我們的現場 我們稍後馬上聽聽看 他遇到地震瞬間 所看到的場景是什麼 又是怎麼逃出來的 馬上他來到我們現場 當然你可以看出 截至目前為止 因為時間回到花蓮縣外海 就在前天晚上11點50分 當發生瑞士規模6點0的強震時 造成在花蓮有統帥 雲門翠堤 剛剛李文英的現場 包括國盛六階二號 那麼這個大樓 還有同樣國盛六階 41號的民宅 四棟建築物都傾斜了 因為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在今天晚上為止 已經亮成了 那麼統計數字 已經有10人死亡 受傷人數也來到272人 依然有7人失聯當中 今天晚上在持續搜救 會不會最新工作 來自於全國各地的特搜隊 通通都持續 馬上聯繫到現場 我們要看搜救的最新情形 這是搜救總隊 這一位黃教官 稍後會告訴我們 好 在今天陸陸續續 已經找到了一些大體 但是很可惜 他們都是來不及逃生 接下來現場當中 我們帶你來看 天遙地動的驚悚 一瞬間到底拍到 什麼樣的一個畫面 大地震真的考驗的是 友情 人性的時刻 天遙地動伴隨撞擊聲 兩個女生直覺往外衝 卻被晃動的威力甩到牆邊 撞桌子 所有東西大挪移 唯獨這個女生像被吸住一樣 黏在沙發原地轉圈圈 用手遮住頭動也不敢動 呆了一秒才起身 兩隻紅貴賓嚇得亂窜 監視器顯示時間 正是206大地震過後 第二波就往左邊來的 左邊來的 所以就造成那時候影片看起來 很像再轉一圈 因為她先被牆推了出來 然後再甩了回去 所以那兩個人就來不及走 他們就坐在那上面 晃了一下 黏著沙發轉的女生 在台北讀大學 當時跟朋友和民宿員工 開心分享旅行經驗 不料氣氛急轉直下 他們很恐慌 而且他們馬上就出去 戴了我們的安全帽起來 然後就全程戴安全帽 從正面角度來看 浅色上衣女子猛然抬頭 第一個起身往外跑 接著越晃越大 桌椅柜子東倒西歪 民宿員工自保為上策 沙發女反應慢了些 居一男跌倒在地 左手還借助沙發女的膝蓋 撐起身 頭也不回往外衝 民宿將這段驚魂影片 PO上臉書會移動的沙發 尤其令人瞪大眼睛 地震驚魂一瞬間 女大聲心有餘悸 暈頭轉向 三立新聞綜合報導 這就是在花蓮的一間民宿 在地震的瞬間 這名女大學生嚇得不敢動 整個人像被吸住一樣 黏在沙發上原地來轉 當然同行的朋友 早就各顧各的拔腿落跑了 接下來畫面當中 來看這是花蓮的 國民九街的機車行 驚天一陣監視器拍下 驚悚瞬間 驚天一陣地板劇烈搖晃 機車行裡頭好幾台摩托車 硬身倒地 地震瞬間威力之大 敵不過劇烈搖晃 牆上櫃子全部崩塌 零件通通散落一地 只見老闆緊抓著門框 長達數十秒時間 人站都站不穩 這間位在花蓮國民九街的機車行 地震發生前 老闆才準備要加班整理機車 瞬間一陣 原本想把機車扶正 但搖晃威力之大 只見老闆緊抓門把 跟著左右搖晃 地震瞬間沒幾秒 齊樓下十幾台機車 骨牌般連環倒地 花蓮驚天一陣 齊樓下機車全倒 這一陣也嚇壞花蓮人 但老闆說 儘管店內損失慘重 但人沒事 就是萬幸 三連新聞綜合報導 接下來我們取得的獨家畫面當中 同樣驚悚一瞬間 代史所看到 也是一個倉皇逃生的畫面 這是在台北跨足火鍋店的藝人 他最近才剛剛在老家 花蓮開設分店 萬萬沒想到 還在試飲品 就遇上了這次強症 被咬了 對 結果就遇到 他們就被咬到地上了 本來好端端坐在桌邊 沒想到下一秒 四人瞬間被震到離開座位 吊燈也快被咬下來 就怕玻璃被震碎傷人 負責人趕緊開門 讓住客逃生 原來這是藝人KID 在花蓮才剛開業的新民宿 現在地震 這正在發生 然後等一下最後一下 最大力 KID平常錄影忙 民宿交給專業朋友來經營 地震當下 連門口的置物櫃都差點倒塌 為在客廳的房客 嚇得瘋狂尖叫 禁煌失措 就連本身是花蓮人的負責人 都認為比當年921還嚴重 而且長正後到現在都無水可用 根本無法繼續營業 那這裡面當然就是 常不能堵東西散落一地 包含我們的冰箱 我們的展示區的一些東西 全部都是攤倒在地上 綠色蔬菜我就會比較慢放 因為我覺得 就是它煮下去的時候 那個綠色的葉綠酥 會被煮掉 然後顏色不好看 吃起來就感覺沒那麼好 KID的火鍋店也扩點到花蓮 分店就在月初 才剛開始試營運 地震也面臨停水 KID的兩家店 臨中山區很近 火鍋店就在火鍋店一路 民宿則開在國新二街 兩家店距離220公尺 和重災區雲門翠堤不到一公里 步行距離只有10分鐘 KID他本身對於 花蓮這兩間店 以及花蓮的商店 他非常的掛心 他馬上來電給我們 要我們儘快協助客人 看看客人有沒有任何 什麼狀況 要我們給予能夠協助 能夠盡量協助他們 事發後 民宿和火鍋業者 馬上開始收拾善後 KID也不斷遠端聯繫 因為連狀態區很近 目前還在停水 得儘快善後 才能恢復營業 三星安東報導 周舊進入了 關鍵性的45小時 我們接下來看 從白天到晚上 真的是兩樣型 因為令人心痛的畫面 隨著大體一一找到 家人真的心碎了 我們前進 這是漂亮生活旅社 就是雲門翠堤 也是這一棟 那麼失聯人數最多 離乃人數最多的地方 我們看到 這是夜班的員工 他叫做江振昌 就在今天早上被找到了 因為一開始 救難人員在瓦裏堆當中 發現什麼呢 我相信對他的女兒來講 看到 挖到了後腦勺 打手機 確認身份 當這個疫警 真的是為人熱心 他的遺體坐姿 緊握著拳頭 他是江振昌 江振昌回家了 女兒淚崩 因為第一時間 真的沒有辦法確認 到底他是不是爸爸 直到看到附近的手機 確認就是他 現在的女兒 看到了新聞 凌晨直奔現場 一邊等 一邊顏面痛哭 江振昌的身上 幾乎被整面牆 重重地壓住了 呈現了坐姿 趴在櫃台 連生命的最後一刻 都堅守崗位 小心小心 搜救人員 抬著已經沒有 呼吸心跳的江振昌 看著從殘骸瓦砌堆中 被送出來的父親 女兒哭乾的淚水 再次潰堤 其實從8號凌晨 從電視新聞上 得知發現父親的消息 江振昌的女兒就一直 守候在現場 今晚知道 活著的機會非常渺茫 但他不願意放棄 一絲絲的希望 江振昌平常擔任 瘋船派出所的疫情幹部 許多任務大小事都交給他 在同仁的眼中 他就是一位善良 親切的老大哥 江振昌是這次受災 最嚴重的雲翠大樓二樓 漂亮生活旅館的夜班員工 8號凌晨 搜救人員利用鑿岩機 向下開挖 突破一樓停滑板 在瓦砌堆中 發現他的一隻手和手機 最後被找到時 江振昌手掌緊握 人趴坐在櫃台上 全身都被層層重物與櫃子 瓦力給壓住 人生的最後一刻 還趴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 留下來不及跑的遺憾 以及深深的不捨 三立新闻綜合報導 拉出江振昌的 新北市搜救大隊 慈湖分隊長林建宏 他之前曾經參與過 台南围灌地震的搜救 這一回在花蓮的強制任務中 他說江振昌被埋在20米的瓦力堆裡 相當的難找 但是當他突然聽到了手機聲響 就這樣子找到了江振昌的位置 彷彿來自於冥冥中的指引 上下劇烈震動 原本停在馬路上的車子 瞬間被壓扁 畫面全黑 雲門翠堤大樓倒下後 四樓變一樓 也讓漂亮生活旅店員工江振昌 被埋進深20公尺的弟弟 歡迎正在雲翠堤大樓 又傳出了一個不幸的消息 最新的罹難者江振昌 他是漂亮生活旅店一樓的夜班員工 而且被發現的當時時間凌晨5點鐘 同時呢 消防人員是在地底深達20公尺 大約6層樓這麼深的地方 發現他 大量吐石壓了下來 增添搜救難度 由於室內空間狹小 搜救人員得彎腰進入 只能先確定大概位置 慢慢挖掘 過程中頻頻聽到電話鈴聲 手機是有響的 因為他的手機鈴聲 是有持續的在震動 你們有打給他嗎 我沒有打給他 找到頭髮又找到手機 而且手機上還貼有名字 讓救難人員很快確認身份 但不幸的是 已經是冰冷的遺體 在挖的時候 過程中還要看到他的手機 然後剛好他手機上面有姓名貼 我們可以確認他的身份這樣子 負責搜救的是 新北市搜救大隊林建宏 其實他也參與過兩年前 台南圍貫大樓救災 經驗豐富 這一次為了救人 多次穿梭在鋼筋水泥中 臉部還因此受傷 我的下巴就是因為在跑的時候 被土石劃到 所以才受傷 被埋進20公尺深的地底下 救難人員憑著經驗 跟手機鈴聲快速定位確認身份 似乎冥冥之中 老天也在幫忙尋人 三天新聞 綜合報導 今天晚上入夜 現在晚上時間是8點46分 但是要替這些特搜人員 來自於四面八方特搜總隊 他們持續還在災區 持續搶救當中 替他們加油打氣 當然包括了人類可以休息 但是24小時沒有辦法休息 就是救難權了 其實我們再一次回到 重災區就是雲翠大樓 它的搜救持續進行 大樓傾斜十分的嚴重 加上余政不斷 除了追加鋼梁跟小坡塊 穩固它的樓身之外 在一樓也加強灌江打底 因為目前呢 這個漂亮生活旅館的 七名住户 就是在這一棟大樓的二樓 依然是失聯當中 今天下午來自於日本 派出的搜救隊 帶著生命探測椅 來到台灣來協助 他們希望可以加快 搜救的進度 救護員員拖著沉重又疲憊的步伐 漂亮旅店員工江振昌 人走到了卻已經是冰冷遺體 整棟大樓就像拐道腳 撐著但傾斜嚴重 搖搖欲墜 雲翠大樓搜救行動 沒有停過 一聽到這個笛聲 全場進入警戒狀態 搜救隊員全數撤出 確認狀況解除才能繼續行動 僅靠蛇跟鋼梁支撐的雲翠大樓 不僅得追加鋼梁跟銷破塊 確保穩度 還要持續灌漿 穩住地基 但餘震不斷加上下雨 土壤較鬆 搜救難度相對提高 目前它房子的重心 還是在房子的裡面 所以我們不太擔心 它會傾倒得很厲害 所以我們支撐的部分 有在補牆 另外我們就有家監測在處理 目前應該是還在 關車安全狀況 整棟樓是斜的 搜救人員進去 就像平衡考驗 扶著牆壁邊走邊滑 因為大樓裡漂亮生活旅店 203號房 四大一小 208號房 兩人目前還有七人 下落不明 眼看黃金救援時間 一分一秒過去 日本也派人 帶著生命反應探測儀 來幫忙 搜救隊不放棄 繼續奮戰到底 三十元花蓮台北 綜合報導 立刻連線 給台灣國際緊急救援 總隊教官 他是黃毅勝 黃教官 那我們看到 因為本身他是花蓮人 在上一次围冠 也有投入整個救災的工作 這一回故鄉 發生災難了 跟不少也是花東的隊員 他們亦不容辭走上了最前線 來我請教是 這個教官到目前為止 整個搜救的狀況怎麼樣 那麼您前往這幾個現場當中 您發現了什麼 現在救援的困境 最難的地方在哪裡了 怎麼去突破呢 教官 是 目前其實這個要我們現在最後一個現場 應該就是我們的雲門 這個現場 那目前我們在整個的 收救掌控比較危險的是 因為這通大樓的地基 非常的不穩固 那我們可以從現場可以看得到 有十幾支的鋼梁 現在目前是撐在那邊 預防大樓的繼續的傾斜 但是這個傾斜只是我們只是加強而已 我們並沒有辦法保證就是說 下次是否在發生強症的時候 還是會倒下來 這是我們比較擔心的一件事情 所以對收救整個來講的話 其實這個整個收救的環境 其實是非常的危險 徒手在進行救援的過程當中 你們運用了還有哪些機器 比如說有人攜帶雷達生命探測器 包括聲納探測器 還有影像探測器 包括像是油壓破壞工具組等等 油壓還有支撐器等等 這一些小器具當中 在進入這些關鍵性的大樓 搜救的關鍵是在哪裡 能發揮什麼樣的功效呢 來 黃大哥 首先我們先講到生命探測儀 生命探測儀它是針對生命的 一個跡象的產生 那它會反映在我們的機器上面 是否有生命的一個真相 那雷達探測儀的話 它是因為我們在地震的過程當中 它可以透過 它可以穿透樓層 它可以把深度順便測出來 告訴我們說 我們目標屋大概是在多少的深度 那我們會用熱顯降雨 或者是說用X光再去做二次的確認 確認是否這個目標是否是正確 那我們會用許多的儀器 來去協助我們的地震的救災這樣子 我也看到你們的搜救人員拿著磚口 進入在漁門萃蹄的室內 一直往這個地底下一直在進行磚 包括了裡頭有這個硝煙機 甚至這一種混凝土的切割 這種煉具等等 這一些的工具在進入這種磚 我看起來是感覺到非常非常恐怖 因為看起來任務是非常艱巨的 你們在進行的這個作業裡頭 是不是遇到了一些困境呢 黃大哥 是 是目前因為整個大樓 它是屬於傾斜的狀況當中 所以我們並沒有所謂的 立足的一個失利點 那許多 而且在地震倒塌的過程當中 有許多的隔間 其實在屋內的輕隔間已經遭受到破壞 我們看不到就是原本它應該有的一個格局 那所以說在我們車道的時候 我們只能 當我們車道目標的時候 我們只能用我們的機器 盡量的去把它做切割 那要非常小心 不能去切割到它的支撐點 這是我們目前遇到最大的困難的地方 除了現在我們看到 鎂光燈幾乎都投射在雲門萃蹄 我不知道搜救人員在集中火力 在這個地方進行搜尋跟搶救的同時 有沒有花蓮其他的地方是被忽略的 要提醒看電視機以及急切的每一個人知道一件事情 現場在救災 就算沒有餘症 你鑽到那個孔隙裡面用那個小的打穿器在那邊打 每個鑽到洞穴裡面的搜救人員都是冒著生命的危險 醫療人員 結構技師 土木技師 所以在這麼高的壓力下 大家又要搶黃金時間把人救出來 然後每個人聽到的消息說 那一瓶而已 趕快打火車燙 事實上要打穿一寸的鋼筋混泥土 要化全是比我們想像還要長 那裡面的溫度跟我們想像不一樣 所以我要請教說 根據我們兩年前在台南的圍貫的現場 我們那個時候分成四個方面 由四個錦霄的大隊長擔任救災指揮 另外結構 土木 建築師 擔任的是結構的指揮 兩個配合起來 錦霄的特收隊 國軍 加上民間的搜救隊 這樣整個統合起來進行救災 進到一個點 要打的時候 結構技師告訴你從哪個方向打 才不會整個垮下來 然後救難隊透過這樣整個統合 做有效率的分配 以賴清德當任市長的時候 有一個決定 當時我們開了比較長的會 也就是說一般在黃金時間內 我們盡量用土手小基劇去救災 但是壓在下面 我們知道時間一點一滴的流失去 目前失聯的人都要把它救出來 所以大基劇 也就是我們講的 那個大鋼牙 把它夾開 讓人員更快速的接近那些破碎的結構 這一個時間點 你們現場有沒有進行討論 是的 目前在整個現場的狀況來講的話 據剛剛傳出來的消息 裡面現在已經目前還有找到兩具疑似大體的 這個罹難人員在裡面 所以目前來講的話 這整個還是用小規模的開發 開挖方式 那我們先能夠把這兩個找出來 再來做後續的決定 那目前整個來講的話 目前裡面好像還有兩個大隊還在裡面 分別去這個集中火力 從正前方跟正後方 來去救援這個所發現的疑難者 那這是最主要的 目前現在看起來 現在應該是大型機具 都已經在外圍做Standby了 那更正確的討論 我們還是都是交由官方 當地華連縣政府這邊來講的話 來去做最後的決定 各位朋友 馬上臨謝這個現場 這些搜救人員真的要替他們加油打氣 真的是非常了不起 因為這些人員在第一線 甚至是還在傾斜當中的大樓 展開了搜救 非常的困難 雲林跟嘉義的特搜隊的成員 他們在今天進到大樓內 逐層 逐層 包括逐戶在搜索當中 但是因為大樓的傾斜十分的嚴重 幾乎樓地板也呈現35度的斜角 隊員在傾斜的空間 很容易分不清楚地板 甚至或者牆壁產生暈眩 連線給我們記者賴建制 來 建制晚安 是的 主播 我們看到搜救隊員 進入雲翠大樓的五樓進行搜索 那可以看得到 雲翠大樓嚴重傾斜 樓地板也呈現35度的斜角 而搜救隊員在裡面很容易就分不清楚 哪裡是牆壁 哪裡是地板 而在傾斜的情況下 隊員在裡面甚至還得用攀爬的方式進行活動 我們來看一段現場狀況 天啊 那這段由嘉義以及雲林的特搜隊傳回來的畫面 那可以看得到影片中的搜救人員在進入到傾斜空間之後 再活動一段時間就必須暫停原地休息 讓自己的身體平衡才能繼續工作 否則就很容易產生嚴重的暈眩和嘔吐 一不小心還會打滑受傷 再加上當地的愚症不斷可說是相當的危險 但是搜救人員牙緊搖關 忍著身體的不舒服 還是要巡邏每一間房間 不放棄任何一絲可能找到生還者的機會 我們先把現場做的分類 謝謝這些特搜人員在第一線冒著生命危險來搶救這些人 我們一棟一棟來看 統帥飯店 事實上這個老闆到底是誰 這棟大樓是在地震搖晃時第一時間傳出倒塌 而且是最驚悚的畫面 我們發現他有15名的股東 這個地方最受推崇的就是現任的董事長白正雄 但是因為為人相當低調 再加上一個員工已經走了 他的心情十分低落 其實統帥在上一回登上新聞版面 是在6年前在2012年 當時一度傳出要賣給的中國富商 還是由縣長來牽線的 但後來證實根本沒有這一回事 倒是他在鎮前有不少的台灣買家 都對飯店有興趣 但是現在白董市長就是不賣 因為他知道花蓮人只要看到這個飯店 就代表回到家了 毫無疑問 統帥大飯店代表就是花蓮的指標 現在已經在那個底下了 已經在地下的那個是二樓 對 慶幸那一天的尾牙 地震不是發生在中午 地震當天中午半尾牙 一個晚上後風雲變色 我們統帥目前因為一個員工 就是沒有能夠及時救出來 他心裡也很難過 留下部分的員工 就是做上後工作 那部分的員工要讓他暫停工作 就這樣子 對我們會聯絡就業服務站 然後輔導他們就業 一度傳出統帥89名員工就算沒有來上班 重建期還是可以照領吸水 不過張副總澄清 換算下來一年就要支付3000多萬 公司吃不消 但不會拍拍屁股不管 將協助同仁找新工作 因為走了一位員工 統帥大飯店董事長白正熊 心情低落沒有露面 對花蓮人來說 看見統帥就代表到家了 六年前曾經傳出飯店要易主 要賣給中國富商 還是由縣長傅昆琦牽線 但是後來雙方否認子虛烏有 其實這家飯店老歸老 但真的很有名氣 這兩年各有一組買家 主動開架7億多要買下統帥 但統帥就是不賣 不過這一陣拆除和地基都不算 光是建物的重建費就要5億元 還好765瓶價值3億5的土地 由15位股東共同持有 談貸款並不困難 老飯店至今屹歷40多年 是花蓮力標更勤千有子的心 三地新聞綜合報導 這是統帥飯店的負責人 即使我們看在雲門翠堤方面 這棟大樓受到關注是在二樓 這個漂亮生活館旅社 老闆在今天也首度現場 畫面當中你所看到 這是今天晚上8點鐘 所收到最新畫面 因為在現場指引救難人員 找到旅店監視器所在的2014 目標挺進取得的畫面 目前為止看得出來 10點當中名單包括什麼 有四大一小中國籍的旅客 另外還有一對加拿大國籍的婦女 因為這對夫婦同樣也失聯當中 民宿老闆稍早一度指稱 他們是住在208號房 但事實上不是208號房住的是誰呢 是李生龍 那這一位幸運獲救的李生龍 稍後馬上來到新台灣加油 他到底遇到什麼情形 又怎麼截後餘生呢 不過現在最後確認 208號真的已經是逃出來了 老闆這時候改口說 那這一對加拿大籍的夫婦 應該是在218房 好 搜救人員很顯然在今天晚上入夜之後 將近9點07分還在努力搜尋當中 好 搜尋當中 這是在昨天下午被救出來了 是苦城15個小時 這是統帥飯店的員工梁舒伟 他幸運生還 那同事呢 周志軒 卻因為慘遭樓板的重壓 失去的生命 回想當時受困的情形 梁舒伟告訴我們說 因為餘震不斷 躲藏的空間被壓縮了 最後跟周志軒斷了聯繫 萬萬沒想到救出時 已經是一具冰冷的遺體 忍不住感嘆 周志軒其實是一個工作負責的好同事 怎麼突然之間兩個人陰陽兩格 就四個人住室 瞬間就是垮下來 然後那個玻璃門是震水的 然後就整個這樣天花板塌下來 在瓦砺堆中苦撐15個小時 統帥員工梁舒伟平安獲救 知乎活著真好 但另一名受困同事周志軒 卻遭樓板重壓回天罰術 他工作上是蠻認真的 就是有時候就是上班 有時候需要他補班都還是會來 談起周志軒滿口讚美 認真負責也樂於工作 沒想到這回一如往常替同事代班 竟會遇上死結 我是有喊周志軒 周志軒這樣子 就是喊一下同事看他的情況怎麼樣 他是隱隱約約有聽到一點點聲音 然後有敲擊這樣 每個人心中都抱著希望 但大小餘震不斷壓縮躲藏空間 希望也漸漸成了絕望 看到了 看到了 強陣突襲一夕之間 上一秒還在身邊的同事 成了冰冷遺體 生還的梁書偉劫後餘生 儘管喜悅 但同事周志軒卻沒能一起活下來 心中的那一塊 始終存著一絲遺憾 3月新聞綜合報導 這場強陣因為是震撼全球 從日本 韓國 包括歐美國家 甚至到中東各國的媒體 幾乎權威媒體都不畏於政 滲入災區來採訪 部分的媒體採訪過 許多的國家的強陣 不但是讚嘆 台灣的救援團隊非常專業 更對台灣民眾 面對災害的冷靜 有團結的印象 他們感到十分的佩服 哈聯強陣 致撼全球世界多國新聞頻道 同步關切救援進度 災區現場聚集英國路透社 法國法新社等各國媒體權威 不畏於政深入災區 進行第一手新聞採訪 我們昨晚在酒店 當我們遇到四次爆炸 非常大 30分鐘 整個酒店都被迫回 世界上會算是一個爆炸 這裡是一個爆炸 抵達花蓮第一天 就感受到強陣的震撼教育 來自中東的半島電視台 記者McBride 採訪過日本等國強陣 他認為台灣位於 環太平洋火山帶更不容小覷 他們非常專業 在他們的方法 在遇到地震撼 所以你看到台灣的團隊 都在一起 這也挺鼓勵的 來自南韓的記者則表示 從沒在南韓見過如此強大的地震 震撼之餘 也讚嘆台灣面對災害 表現冷靜 很多人都來一起 幫助人們救救人們 給食物、餐飲料 中國人都非常安靜 也非常敬虧 中國環球電視英語頻道記者 兩年前也曾採訪過在台南 遭震垮的尾貫大樓 對於脆體大廈結構的問題 持保留態度 這些建築 似乎我們看到在台南的同樣的 很明顯 建築 油瓦 在世界中的災害 經常有派遇 華蓮強震樓垮 振折外媒 但也讓世界看見 台灣團結專業的救災實力 三令新委 李維瑜王 陳偉 莊恨琪 陳軍傑 科浩銘在花蓮開訪報告 2018在全球 正在進入所謂的強震期 根據美國地質調查局的統計 其實在過去一個月之內 全球一共發生16次 規模6以上的強震 好 16次以上 等於是每兩天一次 頻率之高令人驚訝 因為在不久之前 專家才在美國的地質學會 發表了報告 指稱地球自轉的速度變慢了 導致於板塊的結構壓力增強 連帶使得地震的頻率增加 而且台灣的周邊海域 有不少海底火山 噴發造成的連動 可能讓台灣的地震不斷 不過這樣的說法 有待科學檢驗 真的嗎 正央 有在所謂的海底火山的 斷層代碼 在一連串的大現場當中 我們持續為您邀請到這幾位 關鍵性來賓 在今天特別報導 花蓮大地震 全面的搜集跟搶救 房間72小時 如火如土不放棄任何的希望 但是截至目前為止 許多的現象難以去解釋 所以今天邀請到這幾個來賓 包括大地震之前 真的是有預兆可以預測嗎 現在說這個離子的濃度 可能突然之間在地震之前 呈現奏降的情形 這會不會就是強震的一個預兆 6.0的強震 真的是有前兆嗎 真的可以預測嗎 你也知道 在昨天還發生最大的余震 這規模達到了5.7 到底還沒有更大的 我們要大還原 在包括了中央氣降局 這一段時間的說法 似乎有呈現 有矛盾的情形 群震到目前為止超過了300個了 那麼到底這個鎮央 又是位於在花蓮的附近的一個外海 到底鎮央在這個附近 是什麼樣的地質狀況 有斷層從陸地 一直通到了這個外海的海底嗎 海底是這個斷層带嗎 這個斷層带的附近 有海底火山嗎 也邀請到相關的人士來到我們現場 所以我在我的右手邊 這些疑問 要讓這個中央大學 地球科學系的主任 顏洪源老師 為我們進行解答 來 顏主任晚安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好 好 我剛剛特別提到 真的是可以預測嗎 那包括在我的左手邊 為你邀請到立法院 陳其邁達到我們現場 很多人都說921之後 蓋的房子應該就是安全的 但是專家點出最關鍵的要點是什麼 其邁達到我們現場 易一為我們解析 來 其邁達到我們現場 同時我們馬上要連線到花蓮的大現場 為什麼呢 你看到在米輪的斷層带裡頭 米輪斷層带都是因為 因為米輪斷層带 所以斷層錯動 所以樓他關鍵是這個原因嗎 包括了喬鬼軍列的情形 連線給魚列馬上進行解讀 當然在現場當中也要告訴你的是 包括了今天王定宇來到我們現場 現在搜救進入最關鍵性的時刻 那許多的失聯人士慢慢已經是找到了 這裡頭有令人興奮 也有令人難過的消息 曾經在台南圍觀大地震當中前進現場 兩相比較之下 王定宇要帶來關鍵性所在的 定宇晚安 小君 大家好 好 觀眾朋友 我們特地還邀請到這位來賓 這是台灣地震研究所的所長林詠森 那我們昨天第一時間是要跟他進行連線 所長來到我們現場 真的嗎 他透過了什麼樣的儀器根據什麼 為什麼在FB裡頭呼籲在花蓮 主政在秀林這個地方恐怕還沒有發生 要緊急撤離 今天他有最新的預測 包括未來在北台灣也有強政會發生嗎 所長來到我們現場 來 所長晚安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好 當然在這一場強政當中 我們知道在雲門翠堤這個大樓 裡頭的失聯者一度是最多的 那我們看到罹難者當中 最多也是在這個地方 李生龍 生還者今天來到我們現場 他是因為出差 住在這裡頭的二樓 那李先生今天告訴我們 當時強政發生 他是怎麼逃生 他遇到情形又是怎麼回事 來 李先生晚安 主持人 觀眾晚安 還有我們要告訴你的事 這個命理師曾經在去年 在呂惠堤的節目當中 預言今年會有強政 今年是個地震年 是個災難年 命理師預言成真了 那接下來他的預測會是什麼呢 今天也邀請他來到我們的現場 他到底根據什麼會做這樣的預測呢 歡迎命理老師 廖美蘭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觀眾朋友 在一連串的連線當中 我們來看這個畫面了 強政過後 生死兩樣型 緊握個拳頭 這是一波波的一個前線的觀察記者告訴我們 真的是無奈 不甘 來不及反應 這一場花臉的強政天搖地動 這麼一搖之後 讓房屋倒塌 親友失聯了 甚至家人 因此天人有格 在搶救的現場當中 呈現了兩樣型 有人順利生還 鼓舞就在氣氛 但是走不出建築物的民眾被挖掘出來時 他的手上 他的身上的動作依然持續著 這個時間彷彿禁止在天搖地動的那一刻 來自於記者的觀察 好 我們馬上連線到現場 我請教是延老師 這是我們把它整理出來 這是雲門翠堤 遇到強政時 現在六死當中呢 我們看到有四個是中國的觀光客 那這是截至目前為止 那禮旦的名單有在增加 有在增加 你看這是雲門翠堤 這是它的一個結構體 接下來是屋寧四十一年的統帥飯店 屋寧四十一年 它在2012年曾經整修過 這是從一樓的大廳 一樓大廳 二樓是餐廳 OK 然後B1的一個情形 好 接下來我們看 在第三棟跟第四棟 好 這是統帥大飯店 整個鋼筋 現在靠著這一個鋼筋的柱體 在支撐著 在結構上 第三棟 第四棟 而倒塌的是白金雙新 它屋寧也有二十五年了 位於在國盛六階 另外是無居無宿 它屋寧也有將近二十四年 同樣在國盛六階 我想請教是 袁老師 昨天 陳文山老師告訴我們說 每輪斷層恐怕是一個關鍵 那每輪斷層裡頭有島 也有沒有島的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您看到什麼樣的端倪 包括它的鎮央位於花蓮的近海 又是什麼樣的地址 海底下也是一個斷層代碼 好 那現在我們所看到的 就是說在這個花蓮地區 我們可以看到 它地震事實上是相當的密集 尤其我們可以看到 大概這個所謂的紅色箭頭 這個投影方向 它就是我們 貝利米亞板塊大家所熟悉的 它在隱末的過程當中 它的最細節 那在這個最細節的時候 那麼它本來就是 台灣的地理構造最複雜的地方 地理構造最複雜的地方 所以在這個地方 它其實的地震發生 第一個 它是很平常的 第二個 它這裡的地震的模式 是相當的複雜 所以這個在等於是我可以這麼講 大概世界上最複雜的地理構造 就在花蓮外海 地理構造非常複雜 非常複雜 那至於說因為這個板塊剛隱末 那我想各位觀眾都非常清楚 為什麼我們的火山會在這裡 會在這些島 還歸山島 為什麼不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鎮央位於花蓮 這個外海的附近是沒有火山 是沒有火山的 因為岩漿的形成 它必須大概我們所謂的 引磨板塊 那引磨到哪裡 引磨到大概130到150公里的時候 它的溫度 它的壓力夠 那麼它的帶下去的東西 它開始融化 因為高溫 高壓的關係 那融化以後 它就會有岩漿往地殼冒 冒的時候 它會先在差不多下部地殼那邊 就是變成一個岩漿庫 就是之前我想知道 大崙山底下有個岩漿庫 那麼岩漿庫的部分 等到它這個壓力大的時候 它又會順著地殼最碎落的地方 然後就慢慢慢慢 就要進到所謂的進地表 大概上部地殼大概10公里 那邊有岩漿庫 之後壓力大它就噴發 所以在我們來講 在花蓮外海 事實上是沒有 這個所謂的海底火山的 那至於剛剛主持人有提到說 為什麼這個房子的倒塌 跟美輪斷層有關 我這樣講 就是美輪斷層 它既然是在過去的幾個地震 包括大家所熟悉的 1951年的地震當中 它曾經有挫動過 那麼挫動以後 變成是一個比較地質落袋 我簡單講就是 像我們手如果折斷的 已經骨折過了 它將來骨折哪裡機會最大 就是那個地方 所以類似像這樣 雖然我們現在看起來 它是有一些位移 有一些位移 可是它因為本身就是在地質落袋 再加上它是一個所謂的 在美輪溪旁邊 它事實上是比較屬於 那個堆積的地層 所以來的話 地震一來 它一搖晃 它當然找比較脆弱的地方 然後把震波放大 那房子的倒塌 剛剛主持人也提到 其實像我們與統帥來講 統帥在1986年的 5月20號的花蓮地震 那麼它曾經倒塌過 它曾經倒塌過 這是 這是脆體 這是脆體 原本脆體的3D動畫 這是脆體 統帥過去曾經倒塌過 曾經倒塌過 不是倒塌過 它曾經有受過內傷 對 對 它是柱子曾經 所以剛剛有一張照片 就是說它要用H型剛去把它撐住 這是補強 這個就是統帥大飯店 對 它補強 可是它補強的這個強度 因為基本上已經內傷了 所以它在怎麼補強 事實上很容易再做第二次傷害 所以它沒有辦法熬過這次的地震 這是 那至於說為什麼會好像有些傾斜的倒塌 就整個建築物結構裡面 它這個L型或者是F型的 或是這種我們講不對勁型 它地震來的時候它有方向性 你說這種像是L型的一個建築物 L型它會彼此拉扯 彼此拉扯 所以它會很容易造成這個力量的一個不平均 比如說我今天這個地方地震來了 它會往這邊移 可是這個也是往這邊移 可是當它會往後移的時候 這個因為慣性的關係 它可能還沒有往後 這邊終於又斷掉 那這種L型或是F型的房子 在台灣普遍嗎 我想相當的普遍 很普遍 相當的普遍 所以相對在我們位於這個地震帶 它的危險度其實是比較高 但是我們要強調就是 我想大家這幾天在媒體上也有講 什麼是軟腳俠 對 軟腳俠 一般來講 因為很多這個所謂的一樓 它為了要這個通勢好一點 寬廣一點 所以像一個Lobby 然後二樓是 同帥二樓是餐廳 它基本上都是只有柱子 沒有所謂的簡力牆 沒有簡力牆 沒有簡力牆都砸掉 所以簡力牆的作用 就是當柱子在搖晃的過程當中 有簡力牆的話 它會吸收很多的能量 所以柱子就不會 那房子最重要的就是什麼 就是柱子 柱子 所以在我們這個 很多棋樓的建築 或者說像一樓的 我們舉個例子 就是有點像頭很重 然後腳心 對 那麼在這個時候 我們就講一個人身體很 體重很重 我們常常膝蓋會很痛 當你在跳的時候 當你在跳的時候 你稍微彎一下 很可能下次你就跪下去 現在房子大概就是這樣子 做一個論迷 但是這個地震 這些建築物事實上離正央很近 它一定會感覺到上下洞 那上下震動的時候 房子很重 那底下只有柱子支撐 所以在上下洞的過程當中 柱子如果沒有辦法 強度沒有辦法 抵擋這個所謂垂直的力量的時候 柱子就會炸開來 那炸開來 它可能沒有馬上跪下去 馬上感覺到左右搖晃 左右搖晃的時候 房子在左右搖晃 它當然就會跪下去 所以我想這個棋樓的建築 還有加上我們剛剛講的 地質條件不好 是造成沿著美輪斷層 這個房子有些損害 那像各位也看到 其實旁邊很多透天數 都是OK的 都是OK的 你看到這個就是 等一下我要連線給余烈 我就想請教 因為地質是關鍵 結構當然是關鍵 同樣我看這也是老房子 它為什麼沒有倒 那為什麼 同樣也是屋寧 非常久 那為什麼大樓是倒的 對 這個有時候就是 我們一般在地質工程上面講 叫做長子效應 這個地方就是地質條件不好 再加上結構 如果已經被變更了以後 當然它就所謂的先天不足 先天不足 地質是關鍵 結構更是關鍵了 強正第一時間 很多民眾發揮了大愛 協助救災救人 非常的暖心 這也讓一名中風的老醫師 感動到到處找恩人 他希望能夠當面好好說謝謝 這名來自於彰化85歲中風的中醫師 他因為定期要到花蓮來治療 他因為第一時間 選擇住進的統帥大飯店 飯店倒了當下 大家急著逃命 搜救人員希望有年輕人 可以幫忙背起這個中風的老醫師 沒有人爽快地答應 結果一名女子看到立刻將人背到窗口 如今大家真的幫醫師找到恩人了 75歲的魏老先生原本是位中醫師 但中風後得靠輪椅逮捕 只見他圍居起左手 情緒激動 這樣安心 地震獲救後被送進醫院 正密是靠別人救回來的 因為他住的統帥飯店倒了 他是被人背著救出來 救命恩人就是他 站在窗邊的女子 背著勞先生到窗邊 再交給搜救人員接力救援 魏老先生加住彰化 中風後定期到花蓮治療 意外遇上地震 多虧超有愛的女子出手相救 這個時間點就是趕快做好 不可以再有停頓止頓猶豫 就趕快 別人沒有反應說要背 沒關係我來背 沒人背我來背 霸氣的潘小姐世衛保險員 就這麼巧也是裝化人 地震當晚送保單 到花蓮住在同帥卻到了 他從十樓逃命到四樓 看到無助的老先生 身旁還有妻子跟看護 搜救人員請年輕人協助 卻沒人動起來 他惡話不說 背勤五十多公斤的老先生 救人第一 這沒什麼啦 不願意有這種事情發生 遇到了可以做得到 就以助人來趕快來做好 這些事情就好了 平常喜歡登山的潘小姐 一百零五年就征服完 台灣百願 同時也是登山協會賞導 山難救助協會搜救委員等 體力相當好 愛心救人也不弱人厚 地震這一杯 讓中風的中醫師 感謝得到處找恩人 希望能當面好好感謝他 三十六十歲 潘廉文就好不倒 啊 呃 呃 呃